大家好 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 今天我们再讲一从俄乌战争背景下 再讲讲这个世界的博弈 实际上在俄乌战争下 其实世界变成了新的瓜分 在欧洲的这个原来的这些利益格局下 又有了很多的不满 在这种新的瓜分起来了 首先我们就看着起来的这个动因是什么呢 你看这个波兰就提出来了 让德国要继续赔偿 要继续赔偿他二战时候的损失 这二战时候的损失要一万三千亿美元 而且波兰提出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再注意一下 波兰提出来了以后谁又提了呢 希腊 所以现在就等于波兰提了以后 他有跟进的 所以这个事呢 我们就是说再要回忆一下 就是他为什么要提呢 他这个提啊 实际上升东击西 现在波兰想的是什么 其实波兰的已经在想着 乌克兰的土地了 乌克兰呢 这个土地呢 他在西边这一部分呢 他是清波兰的 他为什么讲清波兰呢 历史上啊 那个乌克兰就是被波兰统治过 而且那西边这部分呢 很多原来就是波兰的地方 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呢 波兰复国了 复国了以后啊 这个故事怎么来的呢 是苏联和德国 当时是一起瓜分的波兰 但是呢 你那个苏联是战胜国 对吧 毛熊吃到嘴里的肉 怎么吐出来啊 所以这个波兰复国了以后 其实好多呢 他从苏联要不到的地儿呢 其实德国人就说了 你可以找 德国人要嘛 所以你像德国的很多地方 就被波兰占了 而且呢 有些你这么讲 你像东普鲁市这些地方 那个原来就是德国最传统的 日耳曼的德伊的这些居住区呢 而且是一般来说 这些地方还比较幼 你看基本上就被波兰啊 什么这些国家 给全苏联给瓜分了 然后呢 波兰呢 也从德国那儿呢 占了多少土地呢 可以这么讲 就是说占前德国的土地 和占后德国土地 大概呢 少了十二三万平方公里 但是这少的里头呢 波兰占了有十万多 为什么你像 德国就说出来了 你得把这个土地还回来 所以这里头的故事 是很复杂的 你包括呢 你这个乌克兰里头的土地啊 其实也就是原来呢 苏德瓜分波兰的时候 分过去的 你要想想明白这个事 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为什么这个乌克兰 这个战争里头 它有亲波兰的地区 波兰对乌克兰有什么 他这样他借着 对于德国说这话呢 他就等于重新挑起来了 这个领土的瓜分 这才是这事的关键呢 而你像这个希腊 为什么说起来 要德国再赔偿呢 其实前面早期的时候 我写过一篇文章 讲当时啊 欧债危机 希腊的国债的时候呢 我那时候管他叫做 辛慕尼黑阴谋 为什么讲呢 因为当时希腊加入这个欧盟啊 加入什么的时候呢 他的国债的担保方 是德意志银行 就是德国这里头 这有担保有什么 有等等 其他这个事呢 他还不起这个国债的时候 实际上是什么 那个希腊是欠德国钱的 想借此呢 这个钱呢 不要了 是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啊 把这个状态认清楚 其实这个事啊 比大家想的就复杂 而且呢 从法理上来讲 其实好多还有新的故事 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苏联解体了 你像这个乌克兰呢 俄罗斯啊 都是当初呢 和这些德国没有签约的国家 签约是苏联 但是解体了以后呢 是否愿意承认这苏联这个事 就有故事了 对吧 其实对于这些领土啊 很多人都在玩小动作 其实当初我们说过 抵制日货干什么的 当时 好多人就说 要么抵制日货的时候 我就说过这个事的 法理在哪 当年中国呢 得跟日本的友好 放弃赔偿 但是这里头有一点 在某个地方 某个岛 什么这些那些 搁置争议什么等等 是日本先改变的 他把那个岛呢 国有化 对吧 你国有化 你撕毁了这个协议的时候 那中国当然就该找日本 要要赔偿了 你要赔偿的时候 对一些 清日 今日的 有些的话呢 一些过激行为 那你就按照一般的事来 你不用那个 妖魔化人 其他的事嘛 对吧 而且呢 也不要说断着章的 要把那个故事 说的全一点 才知道这事 到底是怎么样 把这过程都看一下 所以现在呢 类似的事嘛 现在实际上这个事呢 美国在这看着乱 欧洲呢 实际上俄乌战争 打着这说是都在支持乌克兰 但是到现在啊 里头已经掐起来了 实际上这事 你看得挺明白的 就是这个乌克兰呢 到下边的话 你别看那个俄罗斯挺成功的 四个握公头 如何如何进来了 都说不承认 但是以后啊 没准呢 人家波兰也搞他 清波兰的几个州 公投如何如何 然后呢 那个这事儿 波兰为什么先跟德国 就叫做预防一手啊 将来的话呢 波兰里头有几个 原来从德国这儿 强占的地方 是不是也可以公投一下 回到德国去 我相信呢 这些原来就是德国领土的地儿 同时呢 你德国显然经济各种条件 比波兰好多了 你要当地老百姓投票的话 显然他能投票的话 都会愿意的话 离开波兰 并入德国的 你现在的话呢 你如果说开了这个潘多拉盒子 说大家都可以公投 都可以投票 你像美国搞的是什么 你像哥索沃就那样的 那个搞了嘛 在南联盟里头 从里头塞尔维亚里头 就切走了 对对吧 你家你这事儿能搞 俄罗斯又搞了一把 然后呢 可能一堆人呢 都要搞 都要搞呢 可能都要打 现在欧洲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这个 所谓的这些公投啊 短期利益啊 到底怎么样 而且这个公投呢 如果这边搞了 你看英国也很难受 苏格兰肯定想脱离它 为什么呢 苏格兰为什么想脱离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经济原因啊 那个英国的各种资源 北海的游寄田 干什么的 苏格兰的 苏格兰人还少 一独立以后 苏格兰人就富了 是这样的 你要明白这里头的故事 所以这个事儿啊 再往下深度的搞的时候 你像德国如果呢 新纳粹起来了以后 波兰里头 我估计啊 也不太平 只算说呢 你这个二战的时候呢 那个强行的 把德国的那些 就是传统的德国领土 波兰占了 你想那些人呢 到现在的话 德国说 我不撕毁条约 我们按照国际惯例 公投一下如何 对吧 然后呢 你看波兰 想在乌克兰的西部 乌克兰的西部 原来属于波兰的地区 也那么国际 公投一下如何 对吧 虽然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呢 还有更深度的问题 虽然就是 它的人口问题 这个问题啊 下次呢 有机会 我们再继续分析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